ATOMY有兩支365天都可以用的洗頭水 包括艾多美洗髮雨Herbal Shampoo 和凝碎換髮洗髮雨Absolute Shampoo 究竟這兩支洗頭水有什麼分別呢? 讓我現在立即告訴你 成為ATOMY會員絕無費用 可向會員專屬的自助購物 快捷方便直接送到你府上 或者進一步想將ATOMY變成一盤生意 我都可以幫到你 無論你是想成為會員或者做生意 都可以用以下方法聯絡我 我需要你們的支持 請你按like、subscribe和鈴鐺 有新片就立即通知你 上一次也和大家介紹過 這個ATOMY的Hair Tonic 艾多美養髮液 它裡面的主要成分 都跟Herbal Shampoo 艾多美洗髮雨很相似 包括是去角質層 抗炎 止痕 活血 污髮 它在Herbal Shampoo上面加了 糾截草 所以我們頭髮可以沒有那麼容易折斷 另外也可以有污髮的效果 好了 我在這裡不說那麼多了 你可以看上一次的影片 了解多一些有關它的成分 因為它兩個成分真的很相似 那些人說洗頭水最好 起泡越多就越好 是不是呢 那些起泡成分和清潔 可以說沒有太大關係 它是讓你覺得它好像在做事 和它的存在性 所以那些公司想令大家開心點 就加些起泡成分下去 讓視覺效果出來比較好 但你試想一下 譬如好像洗碗機的清潔劑 和前置洗衣機的HE洗衣液 它們的起泡成分一點都不多 但都能夠做到清潔的效果 那你就知道 其實那些泡泡對於清潔來說 是一些作用都不大的 相反 某些的起泡液 可能會更傷害了你 市面上一些大牌子的牙膏 洗澡液 洗手液 洗頭水 清潔用品 護膚用品等等 都加了一些起泡成分下去 譬如好像 SLS SLES ALS ALES 那究竟它們有什麼分別呢 Sodium Lawrence Sulfate 是SLS 是一些很小小的分子 可以穿透我們的皮膚 去到我們皮膚的真皮層 這樣是有機會刺激到我們的皮膚 變得紅 脫頭髮 可能會刺激到眼睛 以市面上最常用的就是它 Sodium Lawrence Sulfate 是SLES 是從SLS那裡改變而來的 它性質比較溫和 令皮膚沒那麼容易乾燥 一般牌子都用上述兩個起泡成分 因為價錢便宜 還有起泡效果比較好 Amonium Lawrence Sulfate ALS 是比較大一點和重一點的分子 所以比較難進入我們皮膚裏面 它比起SLS 它是少一些刺激性的 Amonium Lawrence Sulfate 是ALES 它是從ALS那裡改變而來的 它性質比較溫和 和更加水溶性 Absolute Shampoo 形碎換髮洗髮乳 是用了兩種最好的起泡成分 包括是ALS和ALES 它是升級版的Herbal Shampoo 它用了高純度草本精華液 包括當歸、村公、白桌和十幾種草本碎取物 來做它的成分 聽起來是不是這次Hemohem風物飲料呢? 它用了八種草藥 經過Atomy的高純度精製技術 使成分沒有了有害物質 另外它用了一萬呎的深海水液 提煉七種的草藥成分 將它們變得納米化 容易被皮膚所吸收 它將十種草藥經過發酵 使成分變得簡單化 所以可以容易被我們吸收它的精華 這樣就可以改善到我們頭髮的髮質 令到我們防止脫髮 還有可以調理和滋潤我們頭皮 當你看它的盒上的主要成分的時候 它的頭三位是當歸、村公、白桌 100%的精華液 另外其它的成分 是包括不同的草藥的碎取物 它是真材實料 如果要放上假賣 我相信它會買得很貴的 當歸、村公、白桌 有抗炎、抗氧化和防紋的作用 它可以增加我們頭髮血液循環 帶多些養分給我們頭髮 減低頭髮細胞的代謝作用 加快新陳代謝 對於防止脫髮和頭髮吸收是有幫助的 另外它亦都能夠令到我們頭髮 輕盈由軟有光澤而打利 還可以增加頭髮的粗度 它用水洋酸、泛唇和薄荷唇去清潔滋潤 和讓你頭皮清涼的感覺 它的味道包括了金骨、末里、玫瑰花、蛇香、木香 配搭而成的香味 它的香味全屬天然 所以拿了環境認證標準 環境認證標準 Absolute Shampoo 是沒有用到silicon、直樹脂 直樹脂最初給你的頭髮的感覺很柔滑 但是日子久了 它就好像有層膜包著你的頭髮 這樣增加了重量 令頭髮墜了下來 還會阻礙你的頭髮吸收營養 但是Absolute Shampoo 它就用了凝聚科技 鎖住營養在頭髮上 令它容易吸收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兩隻洗頭水 在顏色上有什麼分別 第一隻是Herbal Shampoo 這隻的顏色有點像奶茶 它其實是很濃的 所以當你用它的時候 你需要在掌心加水 把它擦勻之後才放在頭上 如果不是就不均勻 而另一隻是Absolute Shampoo 它的顏色好像茶的顏色 它沒有Herbal Shampoo那麼濃 但是我都提議大家 用掌心起一泡之後才塗上頭 這樣會比較好的 Absolute Shampoo 是適合三歲或以上的人士使用 其實選擇洗頭水 是因應個人的喜好或者法則來決定的 希望上面的簡介 能夠幫助到你們怎樣去選擇洗頭水 好了 如果你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subscribe 還有按鈴鈴 下次有新片就會提醒你 如果你們想加入團隊 請透過Facebook 或是Instagram聯絡我